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 继美国政府正式表态要向中国追究责任之后 英国和澳洲马上就跟随了 首先讲讲英国 代首相蓝韜文在出席记者会的时候就讲到这番说话 在疫情过后绝对是有需要非常深入检讨今次的教训 包括疫情到底是怎样爆发的呢 是需要以科学的态度来解释的 记者又问到他 你会不会跟中国算仗啊 蓝韜文就回答了 毫无疑问在今次危机过后 中英的关系难以一切回复正常 我们必须要问到究竟这个疫情是怎样发生的呢 以及是否能够及早阻止呢 蓝韜文的这番说话 显然就是反映得出英国政府的高层 对于中国政府在过去那段时间隐瞒真相 是感到相当不满的 但是到底英国对于中国的态度 是不是从此就强硬起来呢 就要看下华为的下场了 在较早之前英国的金融时报就曾经报道过 说有英国的内国成员就提出 要将这个华为公司排除在建设英国5G网络的项目当中 到底这一件事是否能够成真呢 就能体现到究竟英国对华的态度是不是转向了 若然都继续批准他在英国那里搞5G的话 根本上现在所说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打嘴炮 其次就是澳洲 澳洲对华的态度相对强硬得多 因为无论是在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好 他们都是一致同意要向中国追究责任的 首先说一下内政部长Peter Dutton 他说对于病毒的起源 中国应该要接受国际社会的调查 并且是有责任解释清楚的 因为无论是病人或是死者的家属都要有权知道真相 而且有美国的传媒也报道 说美国国务院已经掌握了证据 显示中国在武汉封城以后 虽然停飞了所有从武汉出发的民航班次 但同时准许国际航班从武汉的机场起飞 德腾还说对于一些容易受到中国政府影响的人 澳洲政府将会有进一步的因应措施 他强调这个并非针对中国人或澳籍的华人 而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 他这一套说法其实跟特朗普或蓬佩奥的说法一模一样 说明不是针对当地的华人或中国人 而是针对政权 真是对准政权 至于澳洲政界又怎么看台湾在世卫组织的角色呢 原来朝野的政党国会议员 纷纷表态挺台湾加入世卫组织 而且不是成为观察员那么简单 而是纳入成为正式的成员 他们就提到了 台湾是不应该被排除在世卫的架构之外 有隔于台湾至今在抗疫上的卓越表现 他们持续被排除在外是很可耻很危险的 另一位国会议员就提到了 既然台湾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正式的成员 那为什么它是不能够加入世卫组织呢 包括澳洲在内的国家都认识得到 中国和台湾是不同的经济体 而相同的原则也应该适用于卫生体系和世卫组织的会计 大家看到澳洲对华的态度相当强硬 比起很多欧洲国家更加感言 大家看看昨天德国政府的表现就知道 当他们收到来自台湾所捐赠的口罩以后 昨天德国政府发言人走出来的时候 竟然间是要避谈台湾 是不敢提台湾这两个字 好像胃膜如心那样 实际上就是怕得罪大陆政府 和澳洲就简直是没得比 而且澳洲不单止是就着台湾在世卫组织的角色有发声 而且对于世卫组织本身的表现也有大肆批评 澳洲的执政联盟有些议员提出 要求澳洲政府全面检视世卫组织的经费运用情况 以便促进世卫组织进行改革 那些议员到底是怎么说呢 他们就说到底需要持续地资助世卫 是要取决于全面检讨和审查的结果 这些就与国家利益有关 澳洲国会应该设立调查委员会 检视澳洲资助世卫经费的运用情况 另一位议员又说了 除非世卫大幅度地改革 否则他也是没办法正常运作 澳洲政府应该考虑是否继续资助世卫 相比起很多欧洲国家的领袖 他们纷纷走出来说要反对削减对世卫的资助 澳洲其实就走前了很多 纵使他目前来说 都是没有削减对世卫的资助 但起码他们会检视一下 到底澳洲所缴交的会费 是否用得其所 这件事就很重要了 若然每个国家都只懂得给世卫 但又不监察一下到底经费怎么用 这个组织只会是继续腐败下去 你要监督他 你要促使他改革才是 现在根本上他就不能正常运作 早就已经被人切发过 在陈逢富珍担任总干事的时候 已经是大花童了 那些世卫组织的官员周围去外访 那些钱全部都是世卫经费 而且乘搭都是头等机 或者是商务仓 而且去到当地进行考察的时候 又住那些贵的酒店 住总统的套房 那这些是否需要监察 这些是否需要改革 这些经费是来自全球的纳税人 那外国政府 欧洲政府的领袖 就是迂腐 就是犬虞 连这个问题也不足够 一旦都会给钱 学一下美国 学一下澳洲 就算你继续给钱 也要监察 他怎么用才行 不然你就只能评了谭德塞 and friends 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接着就讲一下瑞典方面 瑞典的自由党 主动刊登了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就是要挺台湾加入世卫 标题怎么写呢 就说挺身对抗中国 让台湾加入世卫 内文强调 台湾值得受到更好的待遇 不单止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亦都因为台湾是有能力 亦都愿意和世界各国团结一致来抗疫 瑞典和欧盟就不应该背弃台湾 除了应该议定长期的策略 协助台湾回归国际社会 更加是应该挺身对抗中国 被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和参与各种抗疫会议 而且他还提到 社会国家应该小心中国利用疫情推动大外宣 变成称赞中国 但是排除台湾 这样的情况是荒谬而且不公平的 中国驻瑞典大事贵重有 看到这件事当然又要投稿 又要驳斥别人 这件事怎么说呢 就是说自由党政客关于台湾的看法是错误的 下一宗原则就是国际法的常识 没有人比中国政府更加关心台湾人民的福祉 你真是说这些东西就是笑死人 实际瑞典的自由党似乎他们很了解中国的情况 根本上连你那些大外宣的目的是想做些什么 别人都知道是一清二楚 所以外国的政客都不是全部蒙茶茶的 只要他没有和你中国有任何瓜葛的话 其实看东西都可以很清楚 至于法国方面又怎样呢 他们真是软皮蛇 马克龙只是说 中国处理疫情的时候是有灰色地带的 我们对发生了的事不是很了解 你说这些话其实是和兴黎 既然你是不理解的情况 为什么你不要求中国作出解释 或者要求中国被国际社会展开调查呢 实际法国民间比马克龙更加强硬 因为中国驻法国大使很喜欢讲话 三不五时在网站上发表文章 内容激怒了很多法国人 于是前几天这个法国外长才召见了中国驻法国大使劳沙耶 就叫他你不要再乱写了 因为有很多内容根本上是没有证据或者是失实的 岂不是等同于造谣 至于在欧洲的大国当中 有没有哪些是站在中国那边的呢 即是不要算是塞尔维亚这个大国 那个就是俄罗斯了 昨天普京就和习近平通电话了 普京就说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团结一心 在防控工作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效 并且正在向世界上很多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 俄罗斯是愿意继续和中国加强防控国领域的交流合作 密切在联合国等框架内沟通配合 只不过中俄之间其实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说互相紧密合作 但是中国最近就关闭了中俄边境的关口 这个就是位于黑龙江衰分河的关口 因为衰分河就是位正在海深威对面 距离是相当接近的 目前有很多滞留在俄罗斯的中国人 他们就取得海深威 因为中俄之间没有了国际航班 于是他们就坐飞机去海深威 接着就想从海深威 经过衰分河口岸回中国 只不过目前现在就关闭了 因为输入了太多的个案 所以现在又说紧密合作 怎样紧密合作 你又关了关口 然后俄罗斯方面似乎又不是很想管这帮中国人 他直接想这帮人全部隔扯了 因为要医这帮人都要花很多资源 所以俄罗斯说支持中国 其实都是leap service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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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